穷凶极恶的匪徒准备抢劫豪华邮轮 没想到却遭遇了神秘的大海怪 今儿跟大伙聊一部美国的灾难片极度深寒 一艘堪比太太尼克号的豪华邮轮正在进行出女行 邮轮上人头攒动比我们村感激还热闹 船主鸡贼叔发表了激情四射的演讲 说自己倾家荡产造了这艘邮轮 为的就是完成一生的梦想 女贼大漂亮是一名惯犯 她登上这艘邮轮的唯一目的就是盗窃 大漂亮首先偷走了船长的钱包 然后用船长的门禁卡顺利进入了保险库 当他正准备实施盗窃的时候 船主鸡贼叔和船长等人冲了进来 原来船主鸡贼叔早就收到了大漂亮的通缉令 这个大漂亮曾经六次被捕 五次定罪在四个国家被通缉 罪行涉及盗窃抢劫伪造以及谋杀 可以说是一名罪行累累的江阳大盗 大漂亮在来了船主鸡贼叔一个大嘴巴之后 被关进了放水果的仓库 在这艘豪华游轮的不远处 另外一艘快船正在风雨中前行 我们的男主铁锤是这艘船的船长 一帮武装到牙齿的雇佣军出高架租下了铁锤的船 准备去抢劫鸡贼叔的豪华游轮 不过这件事船长铁锤和他的船员可不知道 这次出海除了船长铁锤之外 还有船员韩国妹和机械师长毛 雇佣军的头是心狠手辣的黑老大 他手下的这帮人一个个也是凶神恶诈 机械师长毛在瞎溜达的时候 发现了放在船舱里的鱼雷 黑老大这帮人的目的是先把游轮给洗劫了 然后再用鱼雷把游轮给炸了 当然他们之所以这么干的是受估于一个神秘的人物 船长铁锤虽然意识到这次可能要出事 但现在已经骑虎难下 想反悔肯定是不可能了 多管闲事的机械师长毛被胖揍一顿之后老实多了 而黑老大也不想在行动之前闹出别的事 因此双方也就不了了之 船主鸡贼书的豪华游轮正在航行的时候 一个神秘人物出现在了机房 利用准备好的破坏程序 把游轮的所有系统全都搞瘫痪了 失去了系统的豪华游轮 就像一只没头的苍蝇 只能在大海中随波逐流 就在所有船员蒙圈的时候 一只大海怪突然从深海窜了出来 这下游轮上这帮人可倒了没了 一个个狼奔使徒 尖叫声 踩踏声 咒骂声 此起彼伏 一些腿脚不利索的当场就被踩死了 一姐妹集中生智钻进了卫生间 以为这样就很安全一些 可没想到大海怪从马桶里伸出一只触手 把这姐妹给拽了下去 船长铁锤的快船正在全速前进的时候 突然撞上了从游轮上掉下来的快艇 给他的船造成了不小的创伤 这个时候 韩国妹通过望远镜发现了不远处的游轮 黑老大一听就知道已经接近目标了 于是武装接管了铁锤的快船 很快这帮人就来到了游轮的跟前 但他们发现这艘游轮根本没有在行驶 显得非常不正常 随后黑老大带着人登上了游轮 为了防止铁锤耍花招 黑老大把铁锤和鸡眼石长矛也带在了身边 把韩国妹和自己的一个手下留在了快船上 黑老大分工明确 指挥着自己的手下分头行动 但他们在游轮上悬没了半天 居然没看到一个人 这大厅里不仅狼藉一片 而且还有很多的血迹 这下所有人都蒙圈了 蒙圈归蒙圈 但正事还是要继续干的 首先中招的是少言寡语的耳环哥 大海怪一个怀中懒怨就把耳环哥给吃了 然后再接再厉又把另外一个哥们给拿下 铁锤和鸡眼石长矛一看大事不好 磨头就跑 大海怪在后面穷追不扯 把鸡眼石长矛的鞋都碾掉 韩国妹子正在快船上维修的时候 大海怪突然出现了 不容分说就把韩国妹子给拽进了水里 被关在仓库里的女贼大漂亮 从昏迷中醒来之后 利用小聪明刚打开门 就被黑老大等人给祸捉了 鲁蛋哥从大漂亮手里拿过门禁卡 刚打开门 就被躲在里面的船主鸡贼书 一扶子给批死了 其他人一看 叮叮光荡就开了枪了 船主鸡贼书和船长 电不凝腰一闪失躲过了一劫 大漂亮则趁机溜走了 这姐妹在电梯里 邂逅了铁锤和鸡眼石长矛 这三位还没回过神的 又邂逅了黑老大及其手下 通过船主鸡贼书和船长的描述 黑老大等人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 一帮人在吃空的电梯里 忽上忽下 活都吓飞了 就在这帮人惊魂未定的时候 电梯突然开始急速下落 随着光当一声 把这帮人全都摔摸圈了 大海怪一看 人基本上都到齐了 于是便准备开饭了 大家伙一看 对方来势凶猛不敢恋战 虚晃一招仨子就聊了 他们躲进一个房间里之后 开始分析行事 最后发现 这艘豪华游轮 居然是他的主人鸡贼书 自己给倒过坏了 原来鸡贼书为了造这艘游轮 已经是倾家荡产了 加上运营费用太高 他已经没有能力继续下去了 为了挽回损失 他雇佣黑老大 准备先把游轮上的游客洗劫悠空 然后再把游轮搞沉 最后向保险公司进行索赔 目前游轮系统的核心部分已经损毁 根本没有办法向外界发出救救信号 当这帮人正热烈讨论的时候 大海怪突然出现 把黑老大的一个手下给吐了出来 大家一看来者不善 劈里啪啦就开了枪了 铁锤和大漂亮冰河一处将哪一家 两人一静一动配合他天意无缝 由于豪华游轮的船长这个人物 没什么存在感 因此很快就被大海怪也吃了 要说船主鸡贼书这是见多识光 他很快就搞清楚这个大海怪的来历了 原来这个大海怪是一种古老的物种 常年生活在两万米以下的山海中 在铁锤的建议下 大家伙开始寻找出口 准备回到铁锤的快船上 但此时这艘豪华游轮已经开始下沉了 船舱的很多地方都已经被水淹了 想找到出口就必须潜水20米过去 这帮配角一听 头摇的都跟波朗古似的 认为这个出风头的机会 一定要留给南州铁锤 此刻作为南一号的铁锤 必须要身先十足了 不然既对不起编剧 也对不起导演 更对不起观众 因此他一个猛字就扎进了水里 紧接着黑老大带着自己的一个手下 也跟着过去 机械师长矛和大漂亮等人 正在这边等铁锤发信号的时候 大海怪突然杀到了 几个人不敢恋战的 急忙跳进了水里 黑老大的一个手下 刚游到半路 就被大海怪给活捉了 这哥们一看也活不成了 急忙引爆了一颗手雷 接下来这帮人发生了分歧 铁锤认为必须赶快离开这里 但黑老大的一个手下 认为必须留在这里等待救援 就在双方争论的不可开交的时候 大海怪又出现 嚼巴嚼巴 就把黑老大的这个手下咽了 当铁锤等人正在寻找出口的时候 大海怪开始关闭所有层门 把这帮人硬实逼到了船头 要说这鸡贼书是真够鸡贼的 故意走在队伍的最后 然后趁其他人不注意磁楼下窜了 铁锤和黑老大等人来到船头 一看全吓坏了 怪不得游客们全都不见了 原来全被大海怪给吃了 接下来大海怪又开始了新一轮的进攻 为了能拖住大海怪 黑老大照着机械师长矛的腿上来了一枪 不过这机械师长矛的命是真够大 及时躲过了一劫 当长矛正在捣气的时候 突然发现黑老大被大海怪就抓住了 眼瞅着要被大海怪给吃掉 黑老大希望机械师长矛能够给自己来个痛快的 省得再临死前受罪 长矛不计前嫌把枪递给了黑老大 意思是让黑老大自杀 但这个黑老大是真黑啊 不仅不感激长矛 居然还想在临死前拉个垫被子 不过他这一枪并没有打中命大的长矛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 当这哥们打算自杀的时候 枪里居然没子弹了 由于铁锤把维修快船的零件给弄丢了 因此他们虽然已经回到了快船上 但一时半会也走不了 此时铁锤意识到 如果想干掉大海怪 那就必须利用黑老大的鱼雷把游轮给炸掉 大漂亮正在找摩托艇的钥匙的时候 船主鸡贼叔突然拿着信号箱出现了 非让大漂亮把钥匙给他 就在这关键的时候铁锤及时赶到了 铁锤一通乱射把鸡贼叔给吓跑了 大海怪的真面目 眼瞅着自己要被吃掉 铁锤临危不乱 开枪把大海怪的一只眼给打下了 这大海怪哪吃过这个亏啊 撸胳膊挽袖子打算跟铁锤玩命 铁锤一看大师不好 墨头就跑 很快就逃回了自己的船上 本来他打算叫着鸡血师长毛一起逃走 可没想到长毛已经不见了 而且种种迹象表明 长毛很有可能已经遇难了 铁锤无奈只好回到游轮上熏到大漂亮 发现铁锤和大漂亮要逃走 大海怪在后面玩的命追 这鸡贼叔为了逃命也是豁出去了 直接从游轮跳到了铁锤的快船上 一下就把腿给摔断了 可他没想到铁锤早就设定好程序了 准备用自己的快船乍趁游轮 当他发现情况不对的时候已经晚了 随着鸿龙一声 鸡贼叔的信奋算是杀了清了 而铁锤和大漂亮凭着男女主的光环 顺利的逃了出去 作为大反派的大海怪 最终和游轮一起沉入了海底 天亮之后 铁锤和大漂亮流落到了一个荒岛 俗话说患难见真情啊 两人这边刚抱到一块 命大的鸡叶是长矛踏了而来了 本来这三位想着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呢 可没想到这个岛也不太平 看完这整部影片 我们还是来手唐诗压镜吧 飞机火车和轮船到底哪个更安全 如果实在不放心 最好在家当宅男